小时候因为体弱多病 然后就休学了 在十年龄小在家做一些手工 大了就开始在外面找工作 我是从01年开始就做销售的 我没有文凭没有学历 我就靠我的嘴靠这些年的经验 安志霞 42岁 天津人 大家好 十二位老板好 杜老师好 今天我是来自天津的应聘者 我叫安志霞 今年42岁 今年非常高兴来到非女莫属这个平台 也非常感谢非女莫属给我这次机会 今年主要是在这找一位店面实体销售的工作 太紧张 沙老师大哥 别紧张 大王大哥你好 其实工作经历蛮坎坷的 对不对 我看了一下经历说86年就开始上班了 所以十几 十六就出来工作了 没出来 那时候在家也是小嘛 去哪儿找工作人家小 在家里做一些那个手工 手工活 对对对 就是在你的工作经历当中 以什么为主 那就从销售来说吧 以销售为主 对就是从01年开始嘛 我就从事这个销售行业的这个工作 那时候第一份工作我找的是批发兼零售的一个商场 就是我在这一家一干就是七年 第二次嘛 批发兼零售的商场 01年开始 一干就七年 对 你就是做销售 对 卖什么呀 卖什么呀 童装 童装 干了七年 对 卖童装 好 08年 08年就是又找了一份那个个体的一个是食品的那个时装店 嗯 还是卖衣服 对对对 卖那一份 改个体了 对 个体时装店 因为什么又不干了 因为就是 怎么说 我还是比对钱感兴趣嘛 然后就又换了 进了商场了 又进商场了 对 就10年又进商场了 10年进了商场 对 又干了两年 干到现在 干到现在 对 那为什么又不想干了 就是找一份 比现在挣钱要多一点的 01年到12年 到现在 对 这11年都做销售 对 都卖服装 没错吧 就是不同的吧 不同的服装 但是都是服装 对对对 那怎么01年出来工作 01年是个什么背景啊 01年就是孩子去 上育虹办嘛 家里就自己 怎么就想出来 找点事干 找点活干 然后我就去了 家里怎么是自己呢 你爱人是 嗯 分开了 对 哦 分开了 哪年啊 今年的四月份 哦 刚分开啊 对 你走出来了吗 走出来了 你走出来了吧 对 挺好吧 你现在的状态还行吧 我现在的状态就是 我的希望就是孩子 孩子多大了今天 17 17上高二吧 嗯 高三 在开学就是高二 开学高二 对 那你今天得找天津工作吧 嗯 你俩分手 孩子归谁 孩子跟谁 孩子跟他 我养着吧 就说是 啊 是跟他 嗯 但是主要的钱是你出 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现在嘛 就是压力在哪呢 孩子中千多了 我现在 现在的这份工作 就是 钱 就是 不是那么 能拱得起了 所以 你现在的收入 大概是 嗯 2500 你的工作地点要求北京天津 我还是以钱为主 拿给我钱 我去拿 现在主要就是赚钱 哎 我这么说 咱们真有为了高收入来做销售的 以前你替施加园招的那个 卢彦霞 卢彦霞 上来之后也是说我要做销售 我要多挣钱 但是呢 有一个区别啊 大姐这么长时间的工作经验 大部分集中在柜台销售 是 当年卢彦霞就开了个QQ号 嗯 搂了一大堆人 给人家做私人的这个炒股操盘手 对对对 他的沟通能力是对大客户方向的 而这个大姐的主要沟通方向 很明显不是大客户方向 一对一的 就是柜台方向的 店面 对 店面方向的 所以跟卢彦霞呢 还没有可比性 但是我同时要提醒一句啊 卢彦霞那种销售 就是能赚到很多钱 但是做柜台营销呢 可能封顶的话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也不一定啊 就是你不可以举个例子啊 这个不一定 我们的大部分 80%以上都是这个店面销售 因为你也写到了 就一切店面的实体销售 你是比较感兴趣的 那么我们也有一样这样的 就是我们叫 我们原来叫促销员 现在叫销售顾问 那么我们在天津呢 还有在上海 还有兰州 我记得好像留三个 就是像这样的这个销售顾问吧 他们呢一个月 能拿到八千到一万的这个 这个 卢彦霞在 在我那家公司 一月可以赚到三万以上 所以还是有差距 好的 各位先不说话了 第一印象啊 就是销售 就是销售 而且今天人家志霞的诉求 特别简单 底线爱多少多少 我们最后拿的是底线加提成 我就笨多挣钱来的 去或者留 各位选 财富离开 紫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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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斗离开 姚静波离开 六家留下来 天生我有财 比如说你做服装的销售是吧 我相信你十年有很多经验 然后很多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有没有自己理性的分析过 比如说来的客户 大概分几类 每一类你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这个你有没有体会过 就是那种 有钱的也有没钱的 进来就是 比如那个 一类是 别着急 一类是有钱的 有钱的人进来就是看货嘛 你跟着说 随便看看 就是说得 现在都是新款 需要什么价位的 如果有钱的他不理你 他随便看 知道吗 人家就是看衣服挑款式 不在乎价钱的那种 就是那种 第二类 又想穿品牌的 又想少花钱的那种 就是 你去跟他打招吗 就说你需要个 就是随便看 如果你给他报完这价钱 他就 哎呀挺贵的 然后就觉得 这人想买便宜的 然后你就告诉他 您看这边有号不全的 材质是一样的 现在打三五折 就是 就是材质和价钱 好 这是第二类 你遇到个特别难缠的客户吗 这个 假如少刚买了件衣服 穿了一个星期了 特别脏了 然后要退 怎么处理 有 就是 他买过一个皮衣 那个皮衣里边有一个贴条 它是那种尼龙性的那种边 然后他穿的那个羊毛扇嘛 他都给 都蹭的 就是起那个尬的 有球嘛的 然后人家回来了 就说那个 你想当初卖我们的羊毛扇 说你说不起球 不起尬的 现在有了 然后呢 我就看他 就那一条上有 然后我就说 你这个 穿的是什么衣服 他说我过年买完了 一直就穿的是你家的皮衣 哦 然后他把那皮衣拿回来 我就看是这的毛病 他就要求退的皮衣 因为这皮衣是买走的时候是六千八 我记忆也挺游 挺慎的 你知道吗 就挺着急的到这 我就退 猫也得给我退 你看我不挤 就是现在起球了 他说给你公司打电话 立马给我解决这问题 我说的 我看看 我说我这人手很巧的 那个 我看看我能给你那个 我要能给你处理呢 咱就尽量的别那个麻烦公司 有时候公司 它主要是以销售为了 它对这种那个 也是给你挥公司呀 秀或什么 很耽误事的 也耽误你实践 我说他见了 我说我看我能给你秀吗 然后我就跟他上了 我说这个贴条啊 它什么呢 它是蛋白膚刻上的 人妈 我说我给他给你插也去 然后我给你秀好了 让你满意 如果你说行 咱呢 你就把它拿走 我说我不行 咱再让公司想办法 这也节省你的时间 他说的 嗯 好的 然后我就在卖场那儿 找来的阵线 我把它调完了以后 我一看还阵得行 弄完了以后修完了 给那个针眼都刮好了 然后用这蒸汽运动 慢慢地给续好了 他特别满意 他说哎呀 你不但嘴会说 你手震得很巧 你的手真巧 谢谢 谢谢 安大姐 这个老板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失控的 这是怎么了 这是人家说的手巧 其实在这里面不是手巧的问题 第一 先说 如果要是回公司 公司主要是卖东西 他不会特重视 先自己和客户站一边 其实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他无意中耗长了时间 客户一上来投诉客户的情绪是特别大的 但是有一点 他不是为了耗时间而耗时间 他是真心实意的 说我帮你解决问题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子健 他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模型 应该是就是拉近那个社交距离 也就是讲我们常说的 就是亲切感半径 亲切感半径 他在几个语言对话当中 就直接解决了 就对方能特别信任他 这种信任他只会 三言两语就搞定的 这是一般人会不了的 这是要一定的社会阅历的 来 曾华提问 志明姐是这样 我是很真诚的去告诉你 我这边呢 我们是斯凯乐户外 我们有店面的销售 我们底薪 如果是从导购做起的话 是两千加提成 志明姐 来 尹峰 志明我觉得你很年轻 很漂亮看起来 特别招人喜欢 他一上来还挺惊艳的 还有你的服务给人的感觉 就是特别清洁温暖 很有家的感觉 这个挺像 咖啡之一的气质 就是你的年龄和你的社会阅历 我觉得如果进入我们的团队 都很年轻 其实我觉得可能会要适合 有管理性质的工作 我想了解 你是否有跟年轻团队相处 带年轻团队的经验 我的亲和力挺好的 比如像同事吧 你说带什么队我没有 但是同事之间的关系 我聊就是挺好的 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能 你看比如我在我的卖场 35岁以下的 我都喊小妹 35岁以上我全喊姐 在你那个卖场里面有多少个人 我的卖场 就是我 我这边的卖场有40多人 在跟大家都关系很好呢 是就是想跟大家关系好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 对于工作上的有利的地方 他喜欢听我说话 都喜欢听我说话 商场没人的时候 大家都围着着 这有人给讲故事 讲谁家婆婆和媳妇的事 拉家长里短 聊着事 大家要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一上来 我一直都认为 他适合去尹峰那 但是如果这么聊的话 我觉得他越来越去沐岩那儿合适 你黑了灯之后 没你什么事 别操练心 这是很正常的 别操练心了 好吧 不要听我做决定 黑了吧 黑了吧 好 我现在再说一遍啊 呃 我们的平台提供的是职位 是工作 而不是同情和怜悯 而且 我们每个人 能够得到的最大的尊重 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体现价值 所以我希望剩下的六位 你们留下来的理由 不是说我想帮他 而是你们在人家身上 发现了价值 六位 去或者留 选择 帅康电器 咖啡之意 谈钱不上感情 杜老师 当最后这两家留下来的时候 我更愿意 您把一些建议综合的 既提向求职者 也提向留下来的两位老板 对 我觉得对求职者来说 呃 也对老板来说呢 我觉得他对这个销售这个热情 这种人际的这种投入 是非常明显的 嗯 我觉得在这个柜台销售 还是能表现出他的优势 而且呢 加上他有这样一个 挣钱的这样一个动力 是 一个很很强的一个 为了孩子的未来 挣钱这样一个动力 我觉得这都会让他的工作动机会非常强 你们稍微要注意的 就是你们那个工作 确实要跟他过往的经验 要呃 不能偏的太多 是的 他的转换会稍微要慢一点 要困难一点 好的 谢谢 谢谢杜老师的提示 来 发挥他优势 二位先说职位 眼点一干 来 咖啡之一 有一个位置可以给你 叫楼面的服务经理 工作主要是协助店长 做楼 就整个店铺的服务管理 同时可以有销售提成 而我们的销售提成 跟你原来的那种单产品销售提成不同 我们是以服务为主 有顾客满意度之上才会有售卡 我们的会员售卡可能也会很高 我们有单店冠军都是万元户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你的这个 个体销售这个会帮助会更大 底薪应该是两千八左右 两千八 对 加提成 对 拿到就是做得好的 反正有万元户 两千八 很多时候销售冠军不见的是我们的店长 因为他有很多店屋工作要管理 对 好 昨日看好你什么呢 亲和力特别强 因为厨房加电 它本来就是产品油盐嘛 所以你刚才谈的那个呢 我觉得亲和力特别强 适合做这个厨房加电产品 这岗位呢是天津 在天津啊 天津市的这个叫销售顾问 他的这个薪资组成呢 我觉得也必要符合你的要求 第一 这个保底就是一千一 加上了3.5 百分之3.5的提成 你们的3.5是 销售额的3.5已经够可以的了 销售额的 大概一个月总体能拿到多少 对 平均40万到50万 就是每个店 40万到50万 你算一下就行了 现在五千块钱以上是没问题 五千块钱 志佳明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没有问题了 想一想 你的选择是咖啡之一 还是帅康电器 还是选择谢谢二位 再见 乐巴薯片提醒你 咖啡之一 我老希望你我比你大俩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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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后在天津的咖啡之夜夜吃饭的朋友能够感受到安置霞提供的温暖人物 最新的服务 谢谢 再见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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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分年莫属的新书送上 新书满意吗 满意 我不在乎那个包底是高地的 我只在乎我的努力 谢谢 熊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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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